就在这个月的2月19号到21号 中日防务部门在日本东京 举行了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专家组络商 双方进行了坦诚而富有成效的交流 一致同意加快建立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进程 充分发挥机制的作用 促进两国防务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当前中日防务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这个防务领域的关系是中日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中日关系回到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我们也愿意同日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 加强防务部门的交流与合作 妥善管控分歧 分进安全互信 为推动中日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 取得新的发展 营造有利条件 也为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做出新的贡献 今年4月23日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 经中央军委批准 届时将在中国山东青岛 举行中英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 多国海军活动 グループ 尤ede